主席各位委员 文字法施行35年后 终于进一步有全盘的大幅修正 可以说是大修法大进步 感谢在座的陈学生招委 黄国书委员 吴思瑶委员 柯志恩委员等 共同参与完成 本席集团队 自1995年就投身 北投温泉博物馆的抢救 二十余年来 在高雄 台北 台南 及全台湾 由南到北 由北到南 从山巅的气象塔 到海上的灯塔 从小小的三块寸火车站 到17公顷的台北机场 华山园区 成功指定了88件古机保存案 二十年所累计的经验 为这一次的修法 注入了大刀阔斧的进步思维 结合大家的意见 本次文资法的修订 多达十二大改革 其中有四项 就像射出四支箭 可以全面封锁人为的破坏 包括文化平等权 让全民共同守护 全民将拥有跟所有权人与政府平等的文化启动权 无偿拨用 各机关如果不善进管理 将被要求拨用 以及全面性的占定古机 所有的文化资产一旦启动审议 就被当作古机来保护 最后我们用绝对的刑罚 破坏重要的文化资产 一定要关处六个月以上的徒刑 今后任何人致意破坏古机 就有行则 就会被关 相信未来文化资产的保存将更有力量 保存了遍布于全台的这么多的古机 以及今天修订的文资法通过了以后 我个人的感觉 这是我从政以来感到最骄傲的事情 感谢大家的协助 也感谢我的团队当中 许阳明先生 陈林宋先生 谢谢你们二十年来的努力 未来的文化部任重大远 曾立军加油 好 谢谢国安委员 下一位我们请科委员